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墨西哥被一网打尽 两个国家气炸了 要求美国提出解释 知识求是带你掌握全球进行事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马千惠 在新闻一开始 我们带你来聚焦到 这是超过7万群众 19号这一天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了示威抗议 他们除了抗争高达40%的青年高失业率之外 同时还不满政府公布的预算 剥夺了社会福利 结果擦枪则火 和阵暴警察爆发了激烈冲突 罗马街头宛如战场 催泪瓦斯发射声此起彼落 抗议群众在意大利财政部前 和阵暴警察爆发激烈冲突 穿着帽梯的蒙面人士 朝阵暴车丢值10块 4000名警力出手逮捕暴力攻击嫌犯 但冲突依旧一勃勃发生 以大利债务危机后 紧急陷入衰退 8月份青年失业率更标迫四成 引发主要劳动族群不满 加上政府大幅删减社福预算 却增加大型建设计划 以及外来移民问题 诸多对政府的不满引发反弹 这次抗议一共有超过7万人响应 但原来的和平示威 却因为极右派以及无政府组织人士加入 和警方爆发冲突 索性没有重大伤亡 但是宁愿如何安抚 成为意大利政府头疼问题 中心新闻 周恒天报道 好 我们看到这个意大利还有葡萄牙 民怨沸腾 先为您介绍在今天的来宾 是台大荣誉教授张凌珍 是 您好 教授您好 我们刚刚透过画面当中看到了 其实为的就是这个反准节措施 意大利还有葡萄牙 在同一天有数万民众一起走上街头 好 那么在罗马甚至还引爆了一些冲突场面 只是要问就是说 这个政府现在有所退让 能够退让吗 那能够做什么呢 否则这样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苦的 类似这样的抗争行动 未来可以想见 时不时的会再出现 一定遍地烽火 我想是 其实政府能做的也是很有限 现在意大利政府方面宣布就是他对于这个劳工的税率会降低 而且他本来要减少在这个健保方面的支出 那现在这个也打消掉了 所以政府有做一些让步 可是我想让步也是很有限的吧 因为基本上要解决目前意大利的这个经济危机的话呢 他只有遵循这个欧盟的决议 因为他从欧盟和跟国际货币基金去借了钱嘛 那么欧盟的规定呢 就是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一向都是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 都叫这个危机的那个当事国呢 去做经济上头的尊敬 就是说你至少要接流 然后才能够可能还债 所以对意大利来说 他也没什么太多的选择 一定要就是说 把他的这个预算的赤字 降到这个马斯瑞特条运头所规定的 就是比较超过百分之三线 当然是超过嘛 那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外在的这个C领 就是天花板呢 也是不能够超过他的GDP的百分之六十 我想对意大利来讲 除非他说我选择好 我退出欧元区 否则的话 他其实没有什么选择 他只好照这个游戏规则来走 继续走下去 那老百姓当然不满 其实不止意大利不满 之前我们看到希腊不是闹翻了天吗 可是也没有办法 希腊 德国人都跟他讲说 好吧你就干脆 还是欧盟的成员 可是你退出欧元区好了 可是希腊他也不想 因为那个代价可能也是很高 所以我想对于执政的政府来说 确实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了 那民怨是一定有的 但是我想如果真的过去就还好 那基本上来说的话 这个危机其实是牵涉到两个不同学派的一种观点 一种观点就是说 你如果是照欧盟的这种规矩来走的话 他就一直叫你紧缩紧缩 那因为你一直经济在紧缩 因为你裁减这个政府的支出 提高这个税率 总是这些手法了 那你这样的一个政策 就没办法刺激这个产业的这种复苏 只能截流不能开源 对对对 然后你又不能增加工作机会 所以反而使你的经济越发的衰退 这是这一个学派的说法 这个学派的说法 那另外一个学派的说法 就是走美国那条路 我就印钞票印钞票印钞票 那我就把我所有的债务 都转嫁给别人 因为你今天欠我一块钱 明天这一块钱就变成只剩五毛钱 所以那个样子 因为通膨 通膨就是感觉上钱很多 那钱很多就感觉像股市房市 什么东西都会比较拉抬的起来 然后因为钱太多 所以就去投资 那投资就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所以失业人口就会降低 那这个其实就某个程度来讲 就是说你表象上来看 它是有效的啦 可是它有效的这个结果呢 是不仅仅是以零为贺 而且是它是饮症止渴 因为你的 你就一直这样印钞票 一直通膨 那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美国现在说 我这个量化宽松要有退场机制 但是只要稍微说一说风吹草动 那马上就影响到股市灾事 所以我觉得可能前一个学派的说法 就是说我们正本清源 就是我要开源接流 没法开源我就先接流 那个是比较健康的 可是那是短痛 那像美国走的那条路呢 是长痛 所以这个就是很难选择了 那大家其实都说 好我要准节 我要节流 或是我要紧缩都没有关系 那么这是短痛嘛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人尤其在意大利来讲的话 他们也认为说 要追求的是公平公正 那么像是意大利的公会 就指正历历说 国家自己已经例行准节了 那么这个小老百姓呢 更是人人勒紧裤腰带 但是好像政客却抢尽特权 这个是不是也是 其实引发这个 民怨重填的其中一条导火线 我想当然是了 就是对这个大富豪 这个就是不仅不能减税 而且要加税嘛 对不对 那你像这个法国呢 他就执行这个加税的这个政策 他就说 凡是年收入超过一百万欧元以上的人 我就要克增你百分之五十的 这个所得税 那其实呢 因为这个大富豪 他拿到这个一百万欧元之前呢 那个他的企业 已经先帮他扣了这个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呢 他等于是加起来 他等于是在现行政策之下 他会他会这个 要交到百分之七十五的税 那对大富豪来讲 他也觉得说 我都是辛苦赚的 你怎么这样克我 我赚一百块 你拿七十五块 所以你看那个太高的税率呢 也会恫吓到这个 就是企业 所以你看那些高收入者呢 像法国来说的话 他的高收入者 那个大鼻子情胜的 那个电影星 就干脆去做俄国人啦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政策是要考量 是要调整 像现在面临这种困难的 像意大利 葡萄牙等等 都需要 就是说 还有西班牙 大概都应该要考量 就是政策怎么样的 让他往公平的方向走 但是你在往公平的方向走的时候 你同时也要考虑到 企业家 这个他们的这种耐受度 因为我们杀鸡取暖 也不是办法嘛 所以怎么样求的一个平衡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 高空走钢索的一个 一个可以说是工作了 所以每个政府 现在都受到严厉的考验 好 的确我们再来看到葡萄牙政府 那么在同一天呢 葡萄牙也爆发了抗争行动 那么主要呢 他们是选在这个政府公布预算之后 那么主要是公务员 还有领取退休金的 这些民众会首当其冲 这个冲击有多大 公务员跟退休的民众 可能冲击是蛮大了 因为限职的公务员的话 他的这个减薪的程度 是从2.5%到12% 那么退休的人会减到10%了 所以他们都觉得说 他们的生活会受到影响 这是难免 你就说我已经到口袋的钱 你要把我掏出去 那他上届抗议是正常的 大概只有像我们台湾 是默默的承受 比如说这个公教人员 离过年只有半个月了 你就跟我说年终奖金 一个半月我通通不发了 那我们都没有去抗议 我们是乖乖的顺民 所以至少我想在葡萄牙的话 这种愤怒的情绪的宣泄 是可以理解的啦 但是在葡萄牙政府来讲的话 他也是有他的为难之处 因为他像这个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 举债了600多亿欧元嘛 那他是要在两年里头要归还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他不得不勒紧裤带 所以就是老百姓 当然日子很难过 而且葡萄牙的失业率 也非常之高 我想葡萄牙西班牙都一样了 青年的失业率可能都不亚于 意大利甚至还超过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老百姓会发出怒吼是必然的 所以政府呢可能需要 忍辱负重 老百姓呢可能需要 就是理性的面对 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困难 当然这些困难 可能老百姓也是 要负一部分责任 从这些南欧的国家 从希腊 意大利西班牙到葡萄牙 日子以前都过得很舒爽 现在就要为他们的这个 过过去的享受 现在来付代价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令人就是发人深省的 所以像现在像法国也是一样 他是觉得说 因为法国有一种那个酒馆 他是卖烟草的 他是特别的 就是酒店可以卖烟草 那这些 这些这些店呢 因为好像盈利 就是说收入并不是很好 所以法国人都把它盘让了 那让给的对象是谁呢 就是中国人 那中国人接手之后呢 营业额就蒸蒸日上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行业呢 他是没有受到法国 工时的限制的 那所以中国人去接手之后呢 所以工作时间他可以拉长 他可以一天做 十一个小小时 那然后家人一起来帮忙 那所以当然营业就会蒸蒸日上 所以法国现在也在检讨说 三十五小时的工时 是不是太少了 你也可以知道 一个星期做三十五小时的话 五天每天做七个小时的工作 其实也是真的是 好像是少了一点 至少我们看说 做四十个小时也不为过嘛 所以我觉得 欧洲这些拉丁民族的人 就是主张慢活了 主张享受生活了 现在也面临了一些考验了 而且呢检讨声浪四起 那么的确我们看到 这个欧元区呢 各国例行准结政策 那么当然在刚点到了 许多的南欧国家 现在日子是过得苦哈哈 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深入点评 那么同时也要看到 其实爱尔兰他 似乎看出成效了 他是第一个退出 欧洲五国的国家 好证实这一铁药 良药苦口吗 稍后回来深入点评 欢迎继续回到 时事求是节目现场 我们看到呢 反准结政策 那么现在在欧洲 有些国家抗议声浪四起 其中也包括了希腊 希腊身为欧洲四国之一 在准结政策之下 他们公务部门的预算是大幅缩减 那么其中还包括相当重要的 教育预算在内 那么先是看到老师罢工 进了学生占领学校示威 那么甚至 好像这个警察也认同名义 就是希腊警察 也默许了这下行动 其实我们要来看到 讨论就是说 这背后凸显出 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一再的紧缩 说到最后 说到的是教育的部分 教育资源 那么是不是教育这一块 苦是不能苦孩子的 就是说你要纾困财政 结果你是拿教育经费开刀 这会不会有点到动摇 国本的地步 所以很多老师才会说 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薪水 我们是要拯救教育 我想这个说的 当然是有道理了 其实我想在欧洲来说 每个国家的那种 最大的支出 其实现在都是社会福利 那个是最大的 因为欧洲比较是 有社会主义倾向了 所以你要砍社会福利 也是会就是说 关乎到人民的利益 砍什么其实都关乎到 人民的利益 所以变成说你说警察 才会同情这些示威者 我觉得现在欧洲 最大的难度 它是就是这个欧盟本身 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国家 它不是一个联邦国 虽然有12个国家 它有这个共同的通用的 这个欧元这个货币 那因为你进到 这个欧元区之后呢 你自己的货币的自主权 就交出去了 你的货币也没有了 所以呢你没有办法说是 就是像美国这样子来 量化宽松 或者是像冰岛 冰岛的经济复苏 也是起奇迹 那冰岛怎么起迹呢 它就我把银行 通通都接收了 国有化了 然后呢所有外国债权人的债呢 我就全赖掉了 然后呢我就让这个冰岛的客郎 贬值80% 那这样子当然了 我这个经济 我一下子外债都通通没了 我一下子呢 这个客郎贬值之后 我的这个赤字 就是贸易赤字 也就没有了 所以它的经济 可以很快的复苏 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德伍跟希腊说 你退出去啊 你退出欧元去啊 那你就可以让你的希腊货币 去贬值啊 可是希腊想想 我好不容易挤进来 做了假账之后 由高盛 美国公司啊 帮我做了假账之后 我才挤进来 要不是那个假账的问题的话 大概 它也不会从欧 欧盟带了那么多的钱 它的公仔也不会卖得那么好 所以你说欧盟的这个欧债危机 它最大的困扰就是 因为是十几个国家的 组成了一个欧元区 所以欧元区里头 你要大家都同意 你才能够增加欧元的发行量 你才可以去印钞票 但是这一点呢 我想德国人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所以就问题就卡在那里了 所以你像现在 你即便当年希腊 你看这个抗议那么厉害的时候 这个梅克尔去访问 他也神色自若 他也不在乎人家对他抗议 所以他挺得住 所以我觉得其实欧洲这些国家 真的讲的话 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现在应该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 但是在那一下子 我想可能这个黎明就快到了 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爱尔兰 它是一个很有榜样的一个国家 因为它不是像瑞典 像冰岛那样 去靠赖债 去靠贬值 来救经济 它是真正的 我就是勒紧裤带 照你这个欧盟 跟国际货币基金的这种规定 我就是准节准节 所以他就现在宣称说 我明年那时候就不需要 因为那个融资的计划 到今年12月就到期 所以他就说 我明年不需要跟欧盟和IMF 再去借钱了 我可以自己上市来发行公债 因为我的经济好转 相信我的公债 有办法可以卖得出去 所以国际货币基金 很赞赏这个爱尔兰的作为 说你们其他面临 同样经济困难的国家 应该向爱尔兰设计 不过这个最坏的时代 难道真的过去了吗 因为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现在对欧洲来说 它真的是有这个 蜡烛两头烧的难题 一方面就是经济 另外一方面就是移民 还有难民潮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 这是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外海 在11号的时候 发生一艘难民船 意外翻船事件 那么船上大约有250人落海 至少50个人死亡 其中包括许许多多的儿童尸体 那么这已经是 继10月3号之后 第二起发生在意大利海域 非洲难民搭买的船难悲剧 落海的难民被救起后 立刻送往医院 救护车上医生 手里还抱着一个 正在哭泣的小男孩 意大利南部 蓝佩杜萨岛外海 在10天之内 二度发生难民船 船难死伤惨重 马尔他军机在发现 船难后立刻投掷救生艇 落海难民拼命游向小艇 目击者看到海上 飘着许多浮尸 其中至少有10个 是小孩遗体 到底淹死了多少人 还有待清查 这艘难民船 大约载了250个 索马利亚来的难民 为了远离家乡内乱 逃本欧洲 大家赌命渡海 最后却疑似超载而翻船 另一艘搭载500多人的 非洲难民船 也在附近的海域发生船难 大家因为点火求救 而发生火灾 死了300多位难民 其中还有难因 期待都还没减断 连在妈妈肚子上 就跟着丧命 非洲难民被割不断 直到登陆寻得庇护之前 他们都永远得和老天不命 中天新闻 周恩天报导 这看起来是另外一个世界 尤其我们看到 在南欧的海域 10天之内发生了两起船难 而且是惨绝人寰 频频发生船难 我们也看到 这些难民移民 偷渡客的问题 陆续去扶上台面 而且似乎越来越严重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 是他的严重性 真的是不可小叙了 形成这些难民的原因 因为我们要追本溯源 如果他在他本国 都可以过日子的话 他就不用逃出去 那现在难民来的最多的地方 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索马利亚 惡利吹吹吹吹雅 然后就是发生过政变的 像是土尼西亚 还有这个埃及 那除了这些地方之外 其他的像莫罗哥 像甘比亚 像玛利 那些地方 因为他们都在北非 那他們從這個像莫洛哥距離西班牙 只有十幾公里的這樣的一個距離 所以要偷渡是比較容易的 那麼像我們剛剛講的 從突尼西亞、利比亞 還有埃及 還有這個伊索比亞 這些地方要進來 這個歐洲的話呢 它可以跳板也很近 因為距離這個馬爾他 大概就是只有兩百多公里的 所以船是可以偷渡到的地方 那這些地方為什麼這麼多濫民呢 我們知道索馬利亞其實這麼多年來 為什麼海盜猖獗 等於無政府狀態嘛 他就是他類政簡直就是亂七八糟 所以老百姓真的是民不聊生 所以索馬利亞的這些 還有埃里崔亞的這些濫民 多半都是因為戰亂 那後來因為這個茉莉花革命 在西方這一手推動的啦 結果革命之後其實沒有更好啊 像埃及反而更糟啊 所以呢像突尼西亞啦 這個利比亞啦 還有因為利比亞現在有種很嚴重的 這個種族的這種衝突啦 部落啦 他是部落衝突 然後到埃及 那他還是有這種 回教兄弟教會 跟這個軍方的這種衝突 所以老百姓真的是沒辦法過日子 那所以就造成了很多人想逃離他本國 然後到一個他們視為是比較 像是人間天堂的地方去 那你怎麼去呢 你要申請合法簽證不可能 所以只有偷渡 那偷渡的話呢 那當然是冒很大的風險 因為歐盟有他歐盟的政策 歐盟來講的話 你這個是難民的話 你要經過我們這個審批 如果你上了案 那我們審批之後 就是說你申請庇護 我看我要不要給你庇護 那但是對歐洲來講的話呢 也是一個很不公平的現象 因為歐盟有27個國家 但是現在收容濫民的大概只有10個國家 那最前沿的國家最倒楣 最前沿的就是馬爾他跟意大利 那當然希臘也是 因為希臘的難民是從土耳其那邊來的 是敘利亞跟巴勒斯坦的難民 所以全部就是這個中東地區的難民 從北非到中東 通通都湧向歐洲 那歐洲的話 當然到希臘就希臘要解決 絕大多數的人到了意大利 到了馬爾他 那意大利那個小島南北都沙 那個島很小 他其實只能夠容納250個這個難民 可是用上來的難民呢 是數以千數以萬計 所以根本就沒有能力嘛 那其他的歐盟國家呢 他說根據這個歐盟的都布林條約的規定呢 就是說這個難民上岸的第一個國家 要負責處理這個難民的後續的問題 譬如說要不要這個收留他啦 要不要這個批准他的庇護等等 那所以到後來意大利就已經 已經不勝負貨 對 不勝負貨的結果是什麼呢 他就給每個難民五百塊錢歐元 他如果准他入境的話 就給他五百塊錢歐元 然後給他一個深耕簽證 所以你挨到歐盟哪個國家去 你就去哪個 所以德國人就一直抱怨 所以說你意大利怎麼可以做這種事 這不要不日本嘛 對不對 把問題推給了大家 可是意大利會說 你是二十七個歐盟國家都不管 就要我意大利馬爾他來管 這公平嗎 所以他今年要提到歐盟的 這個內部的會影頭去討論 所以難民的問題的話呢 從人道的觀點是絕對要想辦法解決了 可是歐洲的經濟已經這個樣子 失業率已經剛剛我們講了 某些國家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到百分之四十以上 他怎麼可能有能力再去養活這些難民 對不對 那會加重他政府的負擔嗎 所以當然沒有國家希望收容難民 可是你不收容你歐洲標榜的是人道的精神 那也好像是非常不符合人道的 所以現在就是變在兩難之間 所以我想意大利馬爾他講的也沒道理 你們歐盟打起人道的棋子來 說要給這些人這個人道的待遇 可是我們是深受其害 而且要負擔他們的 所以你歐盟二十七個國家 我們大家一起來解決 我覺得這個也是比較合理的 那現在難民上岸之後 其實他們有些難民是往北移 他是希望走到北歐去 因為北歐的福利政策比較好 那但是很多人其實就近嘛 已經好不容易上岸了 我在哪兒落腳就在哪兒留下來算 我覺得難民問題會引發的 就是許多歐洲國家內部的社會問題 值得我們持續關注之外呢 另外全世界都在看 就是美國國務卿凱瑞呢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接見了巴基斯坦總理夏利夫 好 這個是美巴之間五年來的第一次 很多人說美巴關係回暖了嗎 稍後即回到節目現場 時事求是帶你掌握全球進行事 美國國務卿凱瑞21號在美國首府華盛頓 接見了巴基斯坦總理夏利夫 兩國同意要繼續進行反恐合作 而且就雙邊的經貿和投資關係做加強 我們來聽聽美國國務卿凱瑞談話 好 剛剛看到那個歷史鏡頭也是有意義的 巴基斯坦總理夏利夫這一回訪問美國 這可以說是八國領導人五年來首次訪美 在這個時機點上透露出什麼樣的一個訊息和意義 那很多人說美巴關係回暖了嗎 包括了這個美國國務卿凱瑞他還說了 他說雙方關係無比重要 是否與待玄機 當然我想這個美國在這個南亞地區 他要這個肅清這個恐怖恐怖分子的話 其實他是需要得到巴基斯坦的幫助 可是過去幾年他對巴基斯坦的這個作為 可能說真是以令人不敢恭維來形容了 因為他就是一直壓制著巴基斯坦 我們可以看到從2004年以來 這個美國為了就打擊在阿富汗和這個巴基斯坦 北部臨近地區的恐怖分子為由 那就不斷地出動這個無人飛機去轟炸 那當然炸死了不少的恐怖分子 可是呢巴基斯坦的老百姓死傷的 也有差不多3500人左右了 所以這個當然讓巴基斯坦身為不滿了 那同時在這個2011年的5月份的時候 美國方面完全沒有召喚巴基斯坦了 就飛越就是進入到巴基斯坦的領土裡頭去 而且飛越他的領空 對這個倭藏賓拉登的那個地點進行轟炸 就把賓拉登殺死了嘛 那最後那個巴基斯坦也很不高興 當然美國是說我怕消息走漏 給恐怖分子讓他們又事前逃走掉 所以我們又先通知你 可是怎麼說法 對一個主權國家來講 都說不過去 都說不過去嘛 所以就很不開心了 結果這件事情過了之後不久呢 2011年的11月半年之後呢 這個美國呢又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邊境地方呢 這個殺 打死了24個巴基斯坦人 所以這個美巴關係從那個時候開始起 他們之間的安全對話就全面中斷了 那中斷了之後一直到現在 差不多將近兩年了嘛 那期間我們看到 今年七月份的 七月底 八月初的時候 克里曾經去訪問巴基斯坦 就是要改善雙方的關係 那其實今年的那個 巴基斯坦有過選舉嘛 選舉之後 夏利夫當選了 夏利夫從當選之後 今年五月之後呢 就一直跟美國傳遞訊息說 你要停止無人飛機的這種轟炸的行為 那美國方面呢 就那個 就達福 像克里去的時候 就跟他說 有啦 有啦 我們2014年之後呢 就會把所有的美國部隊撤出這個阿富汗 那之後呢 我們的這個 可以說是無人飛機的這種轟炸呢 就會停 停止 那這個夏利夫呢 是非常不高興的 讓他外交部表達說 你不是慢慢減少 你是應該立刻停止 所以這個訊息傳達到這個美國方面 當然美國知道 巴基斯坦對他很不滿 那更有禁者呢 是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我們看到大陸的李克強出訪 大陸李克強出訪的第一站就到了巴基斯坦 那到巴基斯坦 那這個剛好是在巴基斯坦的那個政權更替的時候 其實新政府還沒有組成 那他就在這個新舊政權要交替的時候呢 李克強去訪問了 那然後就強調說 中巴有62年的這個傳統友誼了 他不會因為巴基斯坦內部的這個政黨更替 而有所跟動 我們的政治關係很友好 我們的經貿關係也很密切 那麼李克強也說他正在這個昆仑山這邊 往巴基斯坦這邊修建一條新的這個道路 那要加強雙方面的經貿啊 這個人員的往來等等 所以我想這些動作可能對美國也有相當的刺激 也有壓力 當然中國大陸也是希望加強跟巴基斯坦的關係 一方面牽制印度 一方面呢也是中國大陸也很害怕恐怖分子啊 因為僵獨有不少的人是在塔利班陣營裡頭受訓的嘛 所以他們也有反恐的合作的需要 所以我想中國大陸加強他跟這個巴基斯坦的關係呢 可能會讓美國覺得這樣的話會讓我這個 圍堵中國大陸的這個新月線啊 可能會出現缺口 所以呢 現在不得不去拉攏這個巴基斯坦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這個美巴關係的一個進展喔 就是雙方同意要繼續推進除了反恐合作剛剛提到的之外 還有會加強雙邊經貿和投資關係 尤其在美國方面已經證實就是美方將給予巴基斯坦16億美元 還有這個安全援助喔 那當然也釋出 善意了啦 那只是說美巴關係目前看來有所改善了 但是未來依舊兼具 哪些挑戰等在前頭 我想第一個挑戰是美國他就說在印巴之間可能需要採取一個都要照顧的一個政策 那當然巴基斯坦其實是可以說是被美國攜持啦 因為他也沒辦法 美國的勢力很大 所以在反恐戰爭當中呢 其實巴基斯坦有很多很多時候 其實他的境內的有些部族啊 是蠻同情塔利班的 但是他也沒辦法 那美國人要求這樣他也只好服從 所以我想巴基斯坦是心裡頭 存了很多的這種願有 那是可以想見的啦 那再加上 像發展核子武器來講的話 那這個印度發展的核子武器 你對他不僅沒有制裁 你還跟他簽了這個條約 要雙方面在這個核子的這個研發上頭 要這個合作 可是巴基斯坦發展這個核子武器的時候 那你就是不得了了 雷霆萬軍的要來打擊 所以美國對顯然呢 他在印度跟巴基斯坦當中呢 是比較偏印度而比較親巴基斯坦的 那當然這種政策也就會 未冤趨於 就把巴基斯坦推向中國大陸的懷抱 那也就不足為期 所以呢 我想這個矛盾可能是 美國和巴基斯坦當中最嚴重的一個矛盾 的確 美巴巴關係雖然破冰了 但是接下來如何走下去 全世界都在看 那麼全世界現在在跳腳的 還有美國這個世界強權的所作所為 好 之前引發軒然大破在全世界的竊聽風暴 如今再起 深喉嚨史諾登向國外的媒體爆料說 這個美國國安局秘密監聽了法國還有墨西哥 好 那麼也引發法國和墨西哥的高層跳腳 紛紛要美國給個交代 提出解釋 我們稍後回到節目現場 深入點評 時事求是帶你掌握全球進行事 美國竊聽風暴再起 深喉嚨史諾登向國外媒體爆料 美國國安局秘密監聽了法國境內七千萬筆的通話記錄 也曾經駭入墨西哥前總統的電子郵件進行勤搜 而現在 法末兩國起的跳腳 要求美方儘速給個交代 全情握手 人口監聽 美國在印竊聽親密盟友陷入外交風暴 法國世界報刊登深喉嚨史諾登爆料 去年12月到今年1月 一共30天 美國暗中監聽法國七千萬通電話 平均一天三百萬通 從恐怖嫌疑人 商界大佬 政治人物 通通都有 法國震怒 急遭美國大使 要求給個交代 就這麼尷尬 美國國務卿凱瑞為商討叙利亞危機 非提巴黎 只能先回答美國為何探人隱私答案 讓人傻眼 凱瑞與美國國安局口徑一致 監聽他國的間諜行動 舉世截然沒什麼不妥 美國被曝監聽盟友並非同遭 前有德國 英國 巴西 歐盟 現在除了法國還有墨西哥 德國明鏡週刊披露 美國國安局兩年前曾駭用時任墨西哥前總統卡德隆的Email進行勤搜 墨西哥同樣憤怒 要求美方禁述解釋 主題新聞 總報道 好的確需要解釋了 我們看到這一次美國監聽盟國是不是真的太過分了 不管在這個戰略或是國防上都站不住腳 那麼除了反恐之外呢 好像就連法國的這個行政系統也一網打盡 道理何在 當然美國人就是希望藉由他們所掌握的技術上頭的優勢 來探聽不管是不是他的盟國的所有的政策動向 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那這一次我們看到克里在法國呢 就是被抓個陣召 他要參加解決這個中東問題的會議 那麼結果這個法國人跟他說 你這簡直是無法讓人接受的啦 你必須給我一個解釋 那克里的解釋是什麼呢 克里的解釋是說 你知道我們美國正面臨著恐怖分子的攻擊 所以我們在個人隱私 和這個公共安全之間 必須要找一個平衡點 我覺得他完全答非所問 因為你講的是你美國國內的問題 對不對 你國內監聽的話 你是在個人隱私 跟你的國家安全之間要找個平衡點 可是國際上頭的話 你這也未免太超過了 美國基本上我覺得他在國際事務的每一個領域 都是以龍頭老大霸權自居的 他就是阿靶 他擺明的就是說 他也不可能有什麼解釋啊 也不可能做什麼彌補啊 所以法國總統奧蘭德 墨西哥的前總統 他們通通都為這個事情抗議 墨西哥政府也說完全的不能接受 而且你這個是違反我們墨西哥的法律 以及國際法的 這個你必須要給我們一個解釋 可能解釋什麼呢 根本不可能 所以像巴西的話呢 他就很有意思 巴西呢 在上個月 9月24號的聯合國第68屆的這個大會上頭 巴西的這個總統呢 這個迪爾瑪呢 他就發表了演說 在一百七十幾個這個會員國的前面 當眾呢 就是給美國一個好看 說你這個 美國這樣子的肆無忌憚 監聽世界各國 而且巴西被他監聽了十年之久 現在才知道 所以呢 巴西當然跳腳 所以就出 他不要美國有什麼解釋 因為美國不可能解釋的 也不可能道歉的 所以他就說 你們聯合國應該想點辦法 要建立一套這個制度 來規範了這個網路平臺 跟科技這個訊息的這些技術 被濫用 來管制他們 只是我覺得 他是泄了氣 他是泄了憤了啦 因為在這麼多人前面羞辱美國 可是我覺得聯合國 好像在這件事情上頭 可能也有點無能為力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誰掌握了科技的技術 誰就可以為所欲為 因為在國際法上來講的話 現在對這個網路事件 到底要做什麼樣的規範 現在也都完全沒有建議起來 真的制裁也沒有 真的制裁也 只有駭客啊 你監聽我 那我就害你啊 我就進到你的 譬如說是 國防系統裡頭 外交系統裡頭 癱瘓你的這個作業的這種 就是說 作業的那種可能性嘛 特別是國防方面來講的話 如果駭客進入 癱瘓了你的 職管 通勤的這個各個方面的這個運作的話 那會延伸很重大的後果的啦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在網路世界 這個虛擬世界裡頭 也是一個叢林世界了 好像也是只能夠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 那美國人說得很好聽 監聽是 各國都有啦 可是 把它濫用到這種程度 大概也是只有美國 做得出來的確 那回歸到國際外交上頭 這一次我們看到 爭議發生的時候 剛好是美國國務卿凱瑞訪問巴黎 結果就被抓包發現了 那麼美國這一回 連自己的親密盟友 法國都不放過 我們大家要關注說 會不會影響接下來的 美國還有法國的關係 對啊 這一次當法國跟這個 克里抱怨的時候 你知道他講什麼呢 他就說 哎呀 我們美法兩國有 優遠的這個歷史跟友誼 因為美國獨立就是 法國人支持的嘛 所以他說 我相信我們兩國的友誼 還會這個繼續下去啊 等等的 他就是給你打太極拳 說一些冠冕堂皇的話 實質的問題呢 他並沒有想辦法去解決 而且甚至於這外交上頭 他也不願意道歉 所以他會打太極拳 說今天這個事情 西松平常了 各個國家都在做了 即就這樣子 三言兩語帶過了 可是事實上也沒有提出任何解釋和交代 還有另外一個國家也氣得跳腳 就是他的鄰居墨西哥嘛 那麼同樣的 美國一樣肆無忌憚 擷取他們總統府的大量外交資料等等進行勤搜 那只是我們要看到 墨西哥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 那麼無論美國是不是好好會給個交代 提出什麼樣的一個說詞 會不會都已經傷害了兩國關係 那麼接下來如果是的話 會反應在哪些方面 我覺得美墨兩國的關係的話 看起來是好像很親密嘛 緊密啊 對 而且他們都是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員嘛 那經貿往來也很多 而且是真的是有很長邊界的鄰居了 所以兩個關係呢 應該說是要非常的水乳交融才對了 但是靜齡的關係 我想從歷史上來看 就不會是很好的 因為靜齡之間呢 可能有很多的 很多的歷史上的恩怨情仇 你譬如說你看美國今天的幾個大洲 什麼卡尼鳳尼亞啦 還有什麼特朗斯啦 這些原來都是墨西哥人的 都是打一個美墨戰爭 找個由頭 挑起美墨戰爭 然後呢 你就從他那裡 你大氣小嘛 然後就躲了這些地方去了 所以從歷史上來講 兩國的這個恩怨情仇就很深了 現在雖然都是自由貿易區的 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夥伴 可是在政治上頭 美國恐怕還是對墨西哥 是不是怎麼放在眼裡頭的 那墨西哥呢也對美國來說呢 他有些不滿的就發現 在個別的這個決策上頭 譬如說墨西哥最近就說 我絕對不准這個美國的基因轉做的這個玉米 在我的墨西哥境內生長 所以我絕對禁止 所以只能夠採取某一些措施來 來報復了 其他的話我想 墨西哥對美國在政治上 也是無能為力 對啊 無可奈何 那可是想要請教教授就是說 我們剛剛也提到這一次更好是美國國務卿凱瑞 他的法國型 那麼原本是有鎖定聚焦要討論的是敘利亞問題 會不會因此而失焦 另外一方面呢 你也認為說他真的不會提出任何解釋了 關於這個監禁案 美國不會有任何因應措施了 就是這三言兩語就帶過去 四兩波千金 我覺得是因為他 斯諾登就在外頭啊 逍遙法外啦 那是美國難以控制的 那現在是剛好美俄之間還有一個協議 就是說俄國收留他一年 但是在這一年裡頭 他不能夠持續的爆料 那一年之後如果他到別的地方去的話 這個斯諾登可能還會繼續爆料也說不定 因為他現在爆的都是之前他爆的料嘛 他在這個俄國這個得到庇護之後 就三間七口了 所以我覺得美國在這一方面來講的話 他不會再做什麼更多的回應 他就是能寒混帶過 他就寒混帶過了 那其實這些國家你說法國啦 巴西啦 墨西哥啦 能夠拿美國怎麼樣 其實也都不能拿美國怎麼樣 所以你只能夠說叫你的年輕駭客 駭進去吧 強一點 威一點 對啊 不過看美國出招這些招數 其實我們反而會看看 就是說針對大陸和台灣應該也不意外了 就是說美國針對大陸和台灣的勤收和檢聽的情況又是如何 那當然是更不意外了 因為這個勤收他如果是透過這個網路啊 電郵啊這些東西來擷取你的這個情報的話 這個是根本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事 而且甚至於他就你看長期以來他都是有很多這個 這個就是情報的這個偵察的這個飛機 沿著中國大陸沿海飛 他都敢那麼公然 明目張膽 明目張膽的在你家院子外面 這樣巡過來巡過去 那然後還說那是他的航行的飛行自由等等 我們沒有清楚到你的領空啊 所以他連這樣的事情都可以做 最後不是我們看到海南島打下一架這個美國的那個那個那個偵察機嗎 所以從這個來角度來講的話 他明你敢做 你當然做的是更多 所以對美國來說 他握有這樣子一個科技優勢 然後在全世界這樣子 如如無人之盡的這樣進行非法的監聽 那現在目前看來世界各國是莫可奈何是不是 我覺得世界各國真的現在來說的話 也沒辦法聯手起來反制他 所以我們阿Q一點講就是說多行 不易必自必嘛 只能期待這個 只能期待這個 或是他自己節制囉 如果碰到一些什麼 就是受到一些教訓 因為我覺得你想想看 美國現在內部這麼多的問題 我想他其實將來會在外面的 就是外部可能不暇 因為他那邊內有要先解決 所以期待就是說美國臥底反 會有報應 簡單來說這樣子 對 臥底反囉 對 那邊有敏問 你不要再想看